大家好 大家好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心人 有很多脑瓜子特别好使 干什么什么都聪明的人 干什么什么都成的人 我看有一姐姐发现了一个 吐空中国的天大的一个事 就是这个张有霞 这些这些日子 我们天天就是张将军 张将军 友谊将军夜带到 张将军 跟习包子 这个习包子往北边跑 张将军往南边跑 说这两天张将军在越南访问 一个人牛逼哄哄的 代表党中央代表国务院 代表中央军委去越南访问 这个 俨然是一副这个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的派头 一点都不像一个 只是一个军委的这么一个副主席奥 所以这个事儿啊 引起北京这边的几乎是所有的狗官的议论纷纷的啊 说几个意思呀 说这个张将军去越南访问的话 他不符合土工的规矩啊 因为张将军去这个越南访问 建了越南的所有的最高领导人 党的总书记 国家主席啊 管经济的总理 当然也建了这个军队的人 按照正常情况的话 张又霞这样的一个军委副主席出访另外一个国家的话 应该只跟对面的军人见面 因为他就是一个军人嘛 军人和军人见面 这涉及到两个国家的战略的合作 这是可以的 没问题 如果要跟那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见面的话 应该是在张又霞陪同习主席出访的时候 是不是 完了以后建一个面 在习主席习包子人还在俄罗斯的时候 张将军一个人跑到越南去 从头到尾把越南的所有的最高领导人见了一面 这并不符合常规 这个外交不是这么玩的 不是这么玩的 另外的话 即便是退一步 如果非得要建的话 你也得要这个什么呢 开口闭口 我受习近平主席的委托 军委主席嘛 国家主席嘛 我受习近平主席的委托 我转告习近平主席对领导人家的问候 中越两国世代友好 万古长青 话是要这样说的 这是规矩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土工中国它是一江湖 它这个江湖里面 你搞几个女人 你搞几个钱 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说错话 说错话以后你就麻烦了 说错话以后你一切都摆麻 一切都摆瞎 张友侠如果他不是腰杆子特别硬 如果不是军权在握 大权在握的话 他这种老油条 这种在土工的江湖上面混了一辈子的人 他是不会说错话的 因为你就舌头打个滚嘛 你作为一个中共中央政治 就委员中央军委的副主席 你去越南访问 你一定是受习近平主席的委托 受习近平主席的安排 我来越南访问 见了这个越南的总书记 或者越南的国家主席 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您的问候 转达习近平总书记主席 对越南这个国家的关心 那一话要这样说的 那必须要这样说 就像中国 你在这个给领导写报告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这个 比如我以前在县里给领导写报告 你必须要把书记的话放在前面 县长的话放在后面 到了市里给领导 必须要把市委书记的话放在前面 把这个市长的话放在后面 你如果搞反了 或者你干脆你提都不提 比如说我给市长写报告 你从头到尾 你不提这个在市委书记的亲切关心下 正确领导下 那你完蛋了 那你肯定是给肯定你想都别想 只要他不提 我就可以得出一个百分之两万的减断 就是这个市委书记和市长不对付 两个人在民政暗斗呢 就这么简单 你说你张又霞你跑到这个越南去 你现在越南的最高领导人 又见书记又见国家主席 这两个职务都是习主席的职务 是不是 你提都不提习近平的名字 你几个意思啊 你造反呢 你逆天呢 那张又霞他这个老油他不可能造反 不可能逆天 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权力在脑张这一边就这么简单 这就跟当年的这个华国锋搞的时候一样的 胡耀邦赵紫阳他们三个人搞的是一样的 真正中国说话算数的是什么呀 是邓小平 不是华国锋也不是胡耀邦也不是赵紫阳 后来这个邓小平为什么烦赵紫阳呢 就是因为赵紫阳说错话了 就这么简单 赵紫阳这个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 那时候六四真是闹得正昏的时候 戈尔巴乔夫的也是脑子进水 跑到中国来访问 然后呢 没法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 就在机场举行那个欢迎仪式 整个国家大乱啊 一同乱搞 赵紫阳也觉得这个脸上挂不住 在机场接见这个亲自去接见戈尔巴乔夫 本来不应该亲自去的是不是 亲自去机场接见戈尔巴乔夫 给他铺了个红铁台 然后两个人见面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完了 被温家宝听见了 然后告诉给邓小平 邓小平气的是菊花冒烟 气的是松下裤袋子 是不是说什么呢 我们国家啊 还是小平同志说了算 哎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但只是个事实是不是 所以你在任何时候一定是在邓小平同志的 亲切观察下 在邓小平理论的这个正确指导下 就像你胡锦涛说话 你再不喜欢江自民 你必须要在三个代表的思想 在政权领导下 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是不是 所以以前我们开玩笑的 你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南海给领导写报告的话 如果我假定中国共产党这个土狗 抠脚大喊的组织能够玩三百年的话 那有多少多少些皇帝 每一个皇帝都提一个名字 每次开会的把所有的皇帝都念一遍 那他妈的啥也不干了就念了 在毛泽东思想啊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和谐发展观 中国投资特别色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同志的正确理论的指导下 这还一共才五个人呢 是不是你还要继续啊 你说想一下再过再过一个二十年 估计有十个人的嘛 再过二十年就二十个人的嘛 那就念这个名字的这个会议就念完了 就烦了名字念完了啊 咱回家吧上会啊 这很搞笑吗 但是必须的必须的 你必须要怎么干 你只要一个人没念到 下面有人就不高笑 这个就乱套了 必须念知道吧 他不像美国 美国就是宪法 所以美国的领导人 他要发表演讲 他不用念那么多名字 从华盛顿开始念 华盛顿啊 什么什么什么 林肯啊 什么什么 一个一个念下来不需要 念宪法就可以了 你有宪法的位置高于所有的领导人 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 土工中国是个很搞笑的事情 你从这些个细节 你能发现 张悠侠绝对牛逼轰轰 绝对大权在握 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据说这个越南的军方的越南的总理看不下去了 跟这个张悠侠见面的时候提了一个习近平主席 也就是说习近平主席现在还好吧 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看不下去了 英文老张全程不提习近平的名字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越南的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 有人就为什么说有些人是有心人的很聪明的 你在网上你扑腾扑腾 多看几下你就不至于被骗 是不是 就像我也我以前有一个小朋友 啊 完了以后在中国媳妇也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 一天到晚跟我诉苦 我说你去美国爬也要爬过去 结果去了美国以后呢 变成一个民主党的粉丝了 啊 完了以后反川普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反川普 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 说川普反对非法移民啊 反对移民说移民是畜生 这就是 这就是什么脑子不大好使 知道吧 这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信息接受的能力和处理的能力太差 川普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呢 是在一个现场说到 佐治亚州一个非法移民拿着一把枪 对着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一个22岁的美国的大学生 一枪就给绷过去就把他给打死了 然后他说这个人就是一畜生 要我说说这个人是一畜生还是抬举他的 因为畜生他也不会动不动就是杀人呢 是不是出生只有在饿的情况下 他才会吃别的别的小动物是吧 他在不饿的情况下 你再肥美他也不理你 所以他比畜生还不如 但是我们的这个小兄弟还是个基督徒 就说啊川普反非法移民 说法移民是畜生 完了以后这是个坏家伙 老子不支持他 这就老子进水 这种人我说实话啊 我真的他也不会看我的节目 我也无所谓 这种人就是干什么什么不行 什么是 泡溜你泡溜不行 赚钱你赚钱不行 你读书你读书不行 知道吧 你做个中联工你都是最不行的中联工 因为你缺乏直觉的判断 你缺乏信息的接收能力和处理能力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会被 有些个流氓地痞给骗 活他妈该 多简单的一个事啊 有一天一个非法难民拿着一把枪 对着你的脑袋一枪崩 那个时候你也知道该知识谁 但是染人冰暖已经晚了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有些人的脑袋子就是好使 他能够从张悠霞的这个 访问越南的这个细节里面发现出巨大的真相 牛逼哄哄 我就佩服这种人 真的 人一辈子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现在北京很多人就猜啊 这个习主席男的就能够失可忍呢 包子不可忍 包子也忍吗 是不是应该是包子忍呢 是不是裤挡不能忍呢 张悠霞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 名字都不提 你男的不把张悠霞给收拾了吗 要么就细胞子已经死了 要么就 现在活着的细胞子 本来就是一替身 张悠霞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所以国内的根本就不报道 有人有些人就搜索这个墙内的百度 垃圾百度 根本就看不到张悠霞出访越南的任何消息 全程不报道 因为知道张悠霞故意这么搞的 他也知道国内的人不敢报道 但是他就是恶心你 我就不把你当回事 你能咬我呀 你洗包子 你不是被我捏捏死死的吗 谢谢